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千千,今天大盘开低左低,跌74点,我相信在这个位置点,投资朋友很担心,很担心叙利亚的问题会不会持续的一个扩大,那包括说在这一次呢,那美国呢,他也慢慢的在缩减了QE的一个规模。 所以呢,我说在这么多的一个利空之下,那实业呢,那台湾呢,又要开始涨电价,所以种种的这样一个利空,当然,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不敢进场去买股票,但是我讲过的,你要趁这一波,你要赶快呢,帮自己呢,好好的做好一个规划。 好,我现在这几个月以来呢,各位都持续的在印证。 洪秀我跟各位所讲,你一定要找什么,找族群跟个股来做好准备。 因为现在成交量,第一千亿以下,这边的一个操作,你一定要有方法。 我说不可能说把上市规,一千,一千多档股票,前面呢,的一个拉抬。 所以在这里,或许你会看到,有些股票呢,可能就像放烟喉一样,那今天呢,你看,哇,那放下烟喉,明天呢,就熄掉了。 所以我说在这里,你不是说,那看到股票涨,那你要去追。 我说你要回升拉回,你要找机会,不是呢,跌升,去抢反弹。 最近呢,我们持续跟各位讲。 我现在你都一直在印证,你不要说,洪军呢,我们要事先跟各位讲,然后,那事后呢,哇,那看到哪一档股票跌下来, 那告诉各位,哇,那这档,哇,那这档股票,它有风险。 不是啊,我们在之前就一直叫各位,你不要呢,在弱势呢,去抢反弹。 同样的是高价股,2498,宏达电,来,各位,那这一档,你买的有赚钱吗? 你买的有赚钱吗?我相信各位,跌很深,我知道。 如果呢,在两年前的时候,如果你看洪军的节目,当时洪达电,一千两百块。 我说一千块以上的洪达电,你要先卖先赢耶。 如果你不相信,那你去追。 后续后来涨到一千三,那又很多人打电话进来,洪老师, 你说千二块,说要先卖先赢,结果我们买之后,继续上千三块。 但是,各位,你回头去看,对不对?洪达电现在剩下多少? 今天刚好一百五十块。 刚好一百五十块,你不要讲一千三百块。 一千块把它放在旁边,三百块刚好夭折啦,刚好夭折。 我现在洪达电跌下来的时候,有多少老师,带你去追一千块以上。 或许有的人拉回来,哇,八百块好便宜哦。 那些呢,八百你买,对不对?拉回六百你买。 你反弹不卖呢?那你跌回来四百,三百,现在夭折到一百五。 所以做股票,各位,你要照着趋势走。 你不要说这个要逆势而为。 所以为什么,最近我们一直跟各位讲族群跟个股。 你一定要做好,做好选择。 你也要做好,这个地方逢低布局来做准备。 我就为什么都一直跟各位讲这个。 而且我们的操作很简单。 我们在每个月呢,帮各位挑出了当业最强的族群跟个股。 那今年这一整年你印证下来。 每个月我们推出的股票里面一直在印证。 我相信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帮各位赚钱。 赚多赚少。 至少我们每个月能够帮各位掌握的股票, 都是在当业份里面。 你看哦,都是表现得最强势的。 所以这一波压回来,我跟各位讲,你真的不要太担心。 现在成交量不是那种1300、1500亿。 然后爆量然后拉回来不是。 现在是大家没有信心。 大家呢,这地方呢,不想买股票。 所以大家没有信心。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多杀多的在那个问题。 所以即使沙下来以后呢,你沙下去没量以后还是会拉上来。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这个地方呢,你要去看。 对不对? 我说这一波也是因为QE跌下来。 但是跌下来,我说你要做好准备。 我说反弹上来,这一波拉回再次破底。 7524没有破,你也不用太担心。 其实现在还是在我们那个掌握当中嘛,对不对? 你看,那这一波因为QE的问题跌下来,后来反弹。 那是不是跌下来。 即使说真的这一次破了7663。 投资朋友,我还是要告诉各位,真的你还是要买股票。 你还是要买股票。 我们不管说这里连线,会不会撑得住。 至少连线现在还是往上。 所以没一辆跌破。 那我相信以后呢,这一辆还是一样。 它呈现一个假跌破。 然后呢,开始做一个假跌破呢。 真拿回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说你真的不要太担心指数的长长跌跌。 直到现在还没有呢,还没有拖离那一种大缩链的三角整理。 所以现在还是在做形态。 所以在做形态的时候,你就要赶快的做好准备。 我现在7月份,合一包括Oh My God, 智勤, 唐年。 这都是你们已经印证过的,对不对。 那我说现在这些股票你没买到都没有关系。 你没赚到都没有关系。 接下来9月份要怎么做。 9月份要怎么做。 我说呢,中盖内需嘛,对不对。 中盖内需呢,这个地方呢,对不对。 你要趁这一次有拉回的时候,你要赶快做好准备。 各位,你看上证指数。 那今天国际股市呢,你看,是钱金皆末。 但是唯独呢,它是红盘。 所以我说在这里,慢慢这个趋势在形成的时候, 那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说在这里,各位,你要买底部的股票。 而且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趋势向上的股票。 趋势向下反弹找卖点。 昨天啊,各位,那这一档叫做TPK。 昨天拉到涨停喔,对不对。 那前一市场,大家都会跟你讲这一档股票。 但是,红旭我昨天怎么跟各位讲。 我说它还在一个空头架构,对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它即使不再破底。 它呢,在打底的时候,你会很辛苦。 你会很辛苦。 我现在这个都是事先跟你讲。 不是说,那今天真的,哇,那TPK呢, 今天打到快跌停板了。 那我才这样跟各位讲。 不是啊,现在我在昨天也是这样跟各位讲嘛。 对不对。 那今天呢,你看到TPK跌回来。 它还是在底部啊,对不对。 你昨天去追了,今天呢,你看。 那你还是套牢嘛。 所以,我就在这里,真的。 你不要去,去抢这种弱势的一个反弹。 现在很多人跟你讲说,那平概股。 那苹果的股价,你最近呢,占上500块。 那苹果的股价占上500块。 那这个地方呢,台湾的这些平概股, 真的能够买吗? 你也要去想说,那现在跟以前已经不一样的。 现在呢,都是毛三道四,对不对。 所以我说那种利润呢,已经大不足从前了。 你看到3406玉金光,对不对。 昨天有多少人在讲。 但是各位,今年还亏损呢。 到现在还在赔钱呢。 对不对。 即使说现在呢,低价手机的一个镜头。 是玉金光街,那它的利润真的有办法让它转亏为盈吗?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考。 不是说,那现在,哇,股票呢,涨上去就去追。 这个风险很大,对不对。 即使说在这里没有破底。 你也做这种地上舍的古兵,说这个,大自民友。 你这是在浪费青春,你在浪费世面嘛,对不对。 所以我说在这里,白白钱,我们要怎么做,这最重要。 所以我说,这里指数没有什么大空间。 我说我都一直跟各位讲,指数没有什么大空间嘛。 而且呢,你会越来呢,你会感觉到越来越辛苦。 我上个月底就这样跟各位讲说,大收链的整理刚开始要波动。 到最后,各位,量慢慢在收的时候,波动开始在小的时候, 那这个要等待什么,等待一个变盘点嘛。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种盘整盘当中来做什么,族群跟个股的一个布局。 所以你要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来创造无限的绩效。 各位朋友,那你要怎么做。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的,还是呢,找趋势向上的股票。 我就一直跟各位讲,为什么我这段时间以来,我都一直跟各位讲,你去比较看看。 对不对?同样在高价股,我跟各位讲说,联发科的机会会比宏达店更大。 你现在你不相信。 对不对?至少这一两个月你看到了,你看到了谁最强?联发科最强。 至少联发科还领先大盘呢,创新高耶。 对不对?他领先大盘创新高耶。 对不对?所以各位,你看到之前,我们在低档帮各位掌握之后, 那我相信到这里,各位,你不要去小看这一段,至少也超过50块钱的一个价差嘛。 对不对?你看到我们当时315块的时候,那我们介绍给各位, 这次最高来到382,到今天还在367.5耶。 但是宏达店呢?我相信当时你印证到什么? 宏达店我们在230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教各位, 你这个地方你不要去买宏达店,你来买联发科。 到现在一来一往,各位,你去印证看看,现在宏达店剩下150, 对不对?联发科呢?各位,他在367.5。 所以这里你去比较看看,宏达店我最近跟你讲的有没有道理嘛。 对不对?尤其说在大盘呢,在拉回的时候,那有没有股票它是强势的? 当然有。我们单单已经这个月8月份,对不对? 8月份呢,我们跟各位所讲,而且呢,我们也一直在印证给各位看, 来。各位,你去看,即使呢,合一虽然没什么涨, 但是至少先拉三根之后,那我们呢,至少在低档到现在, 同学朋友,都还在赚钱喔,对不对?低档买了还在赚钱喔。 那Oh My God,至今唐年,各位,你去比较看看说,大盘现在它拉回来, 但是Oh My God,至少这一波,有没有领先大盘创新高,对不对? 唐年,大盘在压回,有没有领先大盘创新高? 液态你去比,各位,液态你跟TPK去比就好。 我相信你跟我做液态,到现在,同学朋友,还可以大赚耶,对不对? 但是呢,同样的时间点喔,我买液态你去买TPK,到现在你是亏40%喔。 所以一来一往,是不是差很多? 你同样的时间,你跟我买液态,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的买价,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 让各位去比较,你是买液态能够赚钱,还是买TPK能够赚钱? 这个都是,我们帮各位去做一个比较。 同样的道理,现在呢,大盘呢,已经回到临线的位置点。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买什么股票? 那也是很重要的啊。 你不是说挠回来之后,这个地方的地方有, 你记得要报那个什么,弱势股。 你现在报那个弱势股,说真的? 大盘反弹,如果你手上的股票不涨呢?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不涨呢? 那你以后看到人家的股票涨上去的时候, 你又受不了了,对不对? 也不是说你手上的股票以后不会涨。 只是说,它因为它在打底,所以你会受不了。 所以你看到人家股票每天在涨的时候, 你的股票都不动,你会很辛苦。 到最后投资朋友,你还是会受不了。 等你受不了的那一天,就可能说, 就可能呢,就是你杀低的那一天。 为什么? 因为你想说杀到你股票去什么? 去换那种强势的股票。 我相信未来呢,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现在你倒不如说,那趁这些强势股, 现在还在低档区的时候, 那你就直接的做换股就好了,对不对? 你把弱势的,你换到强势的就好。 那你趁现在,对不对? 大盘反正在跌势嘛,对不对? 那跌势你抱强势股, 这个地方我相信它会抗跌啊。 但是你抱弱势股呢? 这个地方风险,那是不是相对的大? 对不对? 我相信各位, 我虽然Oh my God在低档, 你跟我掌握到后来, 各位,难道高档先出一档, 押回来再买。 我现在这个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所以, 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说, 要趋势向上拉回找麻一点? 就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更好看这是有题材性。 第三方支付, 我相信, 洪聚人我就帮你做这一档,Oh my God。 而且呢, 在波段的掌势, 我们帮你掌握, 那价差呢, 我们也是帮各位呢, 能够呢, 来做一个什么? 来做一个掌握的动作啊。 我们不是说在这个地方, 最高沙滴也没有。 现在我们的操作也是公开, 给各位呢, 来做, 来做观察。 这里, 洪聚我讲过, 我不可能, 股票能够做到百分之百。 我不可能百分之百,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省, 对不对? 但是至少, 洪聚呢, 我该做的, 那我一定帮你做到。 而且呢, 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呢, 都是呢, 有一个观念, 就是要带同学朋友, 大赚小赔嘛, 对不对? 我们赔少, 但是我们赚要赚得多。 这才是说, 我们的真正的一个老师呢, 在带慧眼, 所要具备的, 这样的一个能耐嘛。 所以, 你看到我们就一直在帮各位呢,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 我才跟各位讲说, 你要买, 要买什么? 最好, 你要买这种主流股, 因为主流股, 才能够让你赚大钱。 你掌握到主流, 同学朋友, 我相信呢, 你才能够抓到标股。 那主流的特色呢, 就是呢, 领先创高, 拉回了不破底。 你只要去掌握到一档, 趋势的股票。 你一档就好, 你一档呢, 就能够胜过你手上, 十档的弱势股。 很多投资朋友, 每次呢, 在持股体检的时候, 我相信, 投资朋友, 一张两张, 加起来好几十档。 说真的, 红军呢, 我这个地方呢, 有些股票, 我到底要叫你杀, 还是要叫你留呢? 都不是嘛, 为什么? 因为呢, 完全都没有量, 而且都已经大跌了, 一大段了, 你把它弄成没力了, 没关系, 就不能手了。 那已经从什么, 热门股呢, 变成冷门股了, 对不对? 而且呢, 你看到, 有的人呢, 就停在那边, 连动都不动。 那你竟然说, 那这个股票, 把它放在那里, 没力了, 没关系, 说真的, 投资朋友, 操作呢, 不是这样做的。 你自己也要灵活, 灵活的操作, 那我说呢, 你不要去怪, 怪什么行情不好, 那怪谁, 怎样, 我相信呢, 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 我们呢, 就是要怪自己, 对不对? 我们要怪自己, 这个地方没有做好什么, 做好规划嘛, 对不对? 我相信呢, 最大的敌人不是白人, 投资朋友就是自己, 所以, 我说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下定结薪, 如果说你真的, 你手上的, 这些呢, 股票真的是弱势的话, 那你一定要换到什么? 换到强势的个股, 所以, 我说这里, 给各位的一个参考, 那等一下下半场, 我们跟各位谈到说, 那生技股, 包括呢, 内需中盖, 那9月份呢, 我们如何呢, 来做一个操作, 我们等一下回到现场, 最好的生活品质, 你的邻居, 四万坪公园, 中港立体, 雅兴盖房子, 放心一辈子, 一户一梯一梯梯, 养心向上 8521 8111 人员投资货专线 02-7725-8899 人员证券投赋 以打造台湾 成为理财幸福岛为最大面景 为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不惜重心沿览业界顶尖的分析师 绝对值得您用信任托付 让最懂理财的团队 听您做好精准的通话 找出最佳的买卖点 帮您赢得灿烂的延伸 人员投资货专线 02-7725-8899 7725-8899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贴 请用起贴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理财周刊13岁生日咯 周年庆期间好康不间断 8月份理财周刊大回馈 杂志原价220元 现在下沙168元 让您现省52元 轻松理财一路发 详情请恰02-2392-6680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哦 欢迎回到现场 我说在这里的操作 你真的 你真的要淡定 你要冷静思考 所以这个地方你真的不要慌乱 那回来该做什么动作 那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为什么 现在呢各位你看到 整个大盘的量呢 你看昨天的第六百亿 今天呢 那也只有六百八十九亿 我说大家都不想买股票了 但是为什么红金的会员不一样 我们的会员呢 这个地方呢 你看到都很积极耶 对不对 我现在有赚钱的时候 这个信心就会来 所以你看到很多 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 你看 那盘中呢都打电话 老师啊 快点赚一支股票可以买的 所以你看到 对不对 能够赚钱 那当然这个信心就会来 所以我说这个位置点 你真的要去买对趋势 你才能够赚大钱 我现在的生计股今天 今天拉回来 但是各位 强的股票 在这个地方呢 你印证看看 它还是强嘛 对不对 今天的液态 有没有拉快半根涨停板 对不对 今天呢 各位你看到 Oh my God 在找盘呢 也是拉了快半根涨停板 我现在这个就让各位印证 对不对 那至少说 至今涨两根 今天压回来 那顶多也是一两% 那压回来怎么做 我现在今天呢 我们在低档 205我们再挂一次 挂一次单 今天说207.5 所以你看到压回来敢买 照样投资朋友 这一段拉上来 虽然不是赚很多 但是至少压回来敢买 那这个就有机会 而且 智勤 各位你看到 我相信呢 它在回补缺口 这属于一个什么 技术线的回撤 如果吹口没有补 搞不好明天放个量 又上去了 所以技术面 这个地方呢 只要你懂 那你要趁每一次的压回 你要做好准备 那如果说智勤在明年 我讲过的 如果真的第三期的一个试验 临床试验呢 它过了之后 那接下来如果真的 钱已经进来 那美股的存益呢 它就达到了24块 我现在这个多市呢 未来呢 在营收方面呢 它是有加成的 所以生技股 你要去看的 就说 那哪一些公司呢 它现在呢 已经来到 三级列临床试验 包括说 在唐年也是一样 虽然今天它跌下来 但是 宏俊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看坏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从这低点买进之后 那即使在这一波上来 我们跟各位讲 拉回来 你还是要做好准备 所以这个都什么 趋势呢 不断往上的一个个股 而且 在明年呢 在整个正业呢 还有重大的政策 我相信 在这个地方呢 生技股 会越来越多的一个利多 那生技延趋呢 现在也正式成立了 所以很多人会把它解读说 那老师 这个是不是利多出境 我跟各位讲 这是利多才刚开始 怎么会出境呢 对不对 未来还有台日 要是的一个签署 那还有呢 在整个两岸 要是的一个合作 我先这种种呢 加起来 各位 那生技股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会结束呢 对不对 所以我说呢 在这里 你要利用呢 每一次的一个 拉回的一个机会 赶快做好准备 我现在的事情 各位你看到 我想呢 在这一波 这一波呢 各位朋友 这个位置点 你看哦 底部呢 它开始突破的时候 我相信 这里能够掌握到 那能不能够呢 连续的两根涨停板 对不对 连续两根涨停板 所以我说呢 在这里 你要去看的时候 那如果一档强势股 押回来的时候 你敢买 因为突破 有一次押回嘛 所以这次押回 技术性的回撤嘛 没错吧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敢买 那明天的机会 那是不是更大了 反正我今天讲 你也听不进去 为什么 因为碟四嘛 反正我每次碟四 中跟你讲说 拉回来要买 你也不会相信啊 对不对 我说今天呢 我们买智勤 那你也无动于衷嘛 对不对 我们第一打买一次 现在拉回来再买一次 你也无动于衷啊 对不对 因为呢 你认为说 那生计股就是 利多出尽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再认为 那我也没办法 我记得我只是呢 将我们的一个操作 拿到真实来呈现给各位 我也希望说 这样能够让各位 能够做好准备 那今天呢 本来说 要跟各位讲很多 但是时间上 真的 已经来不及 那我也希望说 在这里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一个理念的 我也希望 打通电话呢 跟我们来做一个联络 我希望呢 在每一次 机会呢 你要事先的 赶快呢 做好准备 明天同学节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深层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深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药庄 理财周刊13岁生日咯 周年庆期间好康不间断 8月份理财周刊大回馈 杂志原价220元 现在下刹168元 到您现审52元 轻松理财一路发 相亲请洽 02-2392-6680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深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药庄 大差累积人生财富 轮源投资智库升线 02-7725-8899 轮源证券投资 以打造台湾成为理财幸福岛 为最大面景 为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不惜重金 延览业界顶尖的分析师 绝对值得您用信任托付 让最懂理财的团队 听您做好精准的分化 找出最佳的买卖点 帮您赢得灿烂的余生 留言通过智库专线 02-7725-8899 7725-8899 预防狂犬病请提高警觉 如何预防被动物咬伤 一不控除野生动物 二不减食生命的野生动物尸铁 被动物抓咬伤 请遵循 一记二冲三送四关 一保持冷静记住动物特征 二以肥皂清水冲洗15分钟 并消毒伤口 三进宿送医评估 四观察动物十天 到哪里就医呢 各县市都有疫苗储备医院 请洽疾疾病管制署 1922防疫专线